小孩的外表真的很重要 對 我跟你講 除了外表之外 我雖然覺得這很膚淺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真的很管用 因為除了外表 我們外表好看就算 你不能外表好看 但是 我以為是內心是誤會的 不然這樣 小孩子還好 介紹一套靈修的課程 嚇人跳 我跟你講 因為小孩子很注重 除了就是要穿什麼 膨膨裙 可是因為現在小 因為可是現在小學 很多要穿制服 對 妳制服沒有辦法就是 妳還要幫他別個蝴蝶結 不可能嘛 可是我就 我就時常會看到我女兒 就是我女兒就想說 媽咪有頭髮 就是感覺好臭臭的 我都要幫她選好就是 洗完頭髮會香噴噴的 你知道有時候我老公 一上車接他 一上車下課的時候 他說你哪有那麼臭 然後我女兒就這樣 然後他爸爸就說 你沒有換衣服嗎 他說不是啊 就是 就 我也不知道媽媽怎麼洗的 我媽媽 他就說媽媽不知道怎麼洗的 洗到一半 然後就味道就臭 而且你知道 小朋友夏天 你有沒有去過他們搬教室 尤其是夏天 一進去都想說 天啊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那味道就是很 就是撐遲不欺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看到 我女兒發生什麼事 早上穿好制服 聞一下 他就默默地去把 就打開我們家櫃子 然後噴那個身體會香香的東西 後來真的 我找了很多各國的 然後我要真的要介紹 這一罐真的是讓我覺得 非常好用 而且又可以 抗勁苦臭的 這我今天才去買耶 你今天才去買 你今天才去買 我今天才去買這個 他怎麼會 他算小瓶耶 他算小瓶 他很瘦對不對 可是他很濃縮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 你知道 我知道你們一定有一種困擾 就是你們每次去 譬如說賣場買那種 家庭號手把式的 剛新的打開 要倒的時候 對 整個就死手了 倒太多 很重 因為很重 對 你要就是弄一個瓶蓋 然後這樣倒 我跟你講這一罐 連我們手沒有辦法拿 太重的女孩們 好 都可以有辦法 你譬如說你小孩很小的 你一手抱著小孩 你都有辦法 就是在洗衣機面前 就直接就這樣倒 我先教大家 它這一罐 可以抗菌除臭 然後你就這樣子 它後面有一個 這個劑量Push 你就45度這樣倒 要倒的時候 你就按一下 兩秒 我們家是用兩秒 然後按完 是不是超方便的 你就不需要用兩隻手 然後把它蓋子打開 然後這樣去倒 所以其實是單手的 不用說譬如說這樣打開 然後量 對 你要量 你有時候太重 我們都舉起來的時候 手都會抖 那個加米式的 然後一抖 然後整個就是弄得 上面全部都是 對 這個很方便 而且你聞它的味道 很舒服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就是 它超香的 我們有時候會用那種 很香很香的洗衣機 洗衣精洗 洗完出來之後 香到有時候 你會覺得頭暈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香料 到底是含量是什麼 對 然後重點是 它 因為有時候我們知道 媽媽魚的記憶 你可能今天洗完 然後你就出門 出門準備要吃飯 想說 我一直剛洗好 怎麼會 對 我還以為你可能過一個小時 你再打開 那個美味就出來了 對 那你是不是又浪費了一次 像我在客家人 每次要浪費一次的時候 我都很浪費 尤其是台灣是很潮濕的 對 你可能過兩三個小時 那個味道 你沒有馬上乾 它 馬上就有種霉味 沒錯 可是這一罐它有 因為它有 檸檬的味道 對 然後如果你想要衣服 就是你不要這種 很清新的海洋味 你要花香的 它也有衣物柔軟精 小朋友出去運動 衣服 運動服髒到不行 它還有那種氣勢的 所以它就是真的很方便 你要用哪一罐就是用一隻手就可以了 可是我不知道你每隻雞量都那麼少嗎 它濃縮的 它是濃縮的 它這個用量是可以取代原本那種大罐家庭裝的 它雖然是瓶裝小的 對 但是它的那個 因為用量的關係 你只要用少少的 它已經讓它三倍動作了 對 你就可以看它說 你家是幾公斤的洗衣機 有 我要說按壓一次 按壓一次 兩次 如果你們家是那種大台的 你可能按壓三次 就按照你們家的那個洗衣服的公斤數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個很方便 它加起來其實很輕耶 我跟你講 自從用了這個之後 我們家小朋友那個衣櫥 再也沒有他們 他們教室的味道 因為每次一打開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天啊 我老公有時候都會打開 是不是 就是一家方便的音樂 有時候一打開我老公都說 你到底是怎麼幫他洗的啊 為什麼他們就是都會有一種那個 汗味 對 然後是 可是這一罐它就是抗菌除臭 你打開之後 你就是一直都有那種清新的味道 其實它 紅的是什麼 紅的是液菌柔液菌 它醫物軟菌 然後它醫物軟菌 也有長效抗菌防臭的 這兩罐可以一起用 對 你知道我用了這個 我女兒回來都跟我說 媽咪 那我說怎麼 她說 然後她就說 我同學都會靠近她 就聞她 好像變香香公主 對 她就說 我那時候也想 對 我們小時候如果聞到 這個小男生很會流汗的 身上都有酸酸味道 我們都不敢靠近 對 可是我們就是會看到 小朋友就是衣服洗得很香香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驕傲 對 然後小朋友會特別靠近你 然後跟你講話 然後去聞你身上的味道 對 我覺得那個人際關係 這個味道雖然有點膚淺 可是我覺得還滿好用的 對 我覺得很棒 像這樣的東西 孩子自己 一個香香的 自己心情放鬆了 然後自己又有自信心了 甚至這個就是他跟別人開始接觸的 第一個話題 也就是那個敲門磚 除此之外 我們要單向的孩子出去交朋友 到底順不順利 會不會勿交朋友 那最大問題是 我們在家裡給他了些什麼東西 這個自信心 是不是從家裡來提升的 第一個 在家裡有沒有孩子 只有他才能夠完成的事情 比如說孩子因為比較嬌小好了 他家裡每次那個東西 掉到那個椅子縫裡面去 就只有他的手最靈巧 他可以趴得下來 一定他拿得到 這是他在家裡 他覺得 第二個你的孩子在家裡 有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他有想法他可不可以表達出來 讓他自己覺得 我是家裡的一份子 這個家我歸屬於這個家 再來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孩子 他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給他讚賞 或甚至你要請他幫忙 你幫我拿一下 其實簡單的東西 你幫我拿一下 讓孩子覺得 那他才願意在家裡 願意繼續跟大家相處 然後什麼事情 就願意跟爸爸媽媽說 你帶領他很簡單很輕鬆 帶家裡有自信出去 也會表現得很得體 每一個爸爸媽媽都希望 自己的小孩可以人緣很好 那爸爸媽媽有沒有什麼教養原則 所以整理一下 我們今天就講 第一個還是最重要 讓女孩子跟你是好朋友 至少他願意回來告訴你 他在交友上面遇到的困境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家要打造他的自信心 是不是物質的 而是真正能夠稱讚到 他的那一個特質 那個個性 像害羞的 我們可以稱讚他溫柔的一面 那強悍的 我們可以稱讚他這種外向的一面 我們讓他知道說 你的自信心來源 其實有很多是爸爸媽媽媽看得到的 那接納你的孩子的個性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了解 個性的差異 所以你是一個文靜人 那個是你的哪一個同學 他就是比較活潑的 所以你看每個人都不一樣 然後從這個了解自己 接納自己 再從接納別人 了解別人之後 你就可以有一些人際關係的介入的 你就可以引導他 解決這種人際的衝突 可是小朋友我還蠻相信 他們的那個見招拆招的能力 就我們當然只能在旁邊多多幫忙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 謝謝 記得大媽媽老師 也希望跟我們公公的朋友 拜拜 黃醫師其實有時候 小朋友不愛吃這個東西 我們試了一次兩次之後就覺得 算了不成功 小朋友就是挑食 好像其實可以再多點賣心對不對 對 我們通常碰到孩子不吃某種青菜 不吃某種水果 我們有兩種極端 一種就是你剛剛講的 那就不要吃了 另外一種就是 每天都來 總有一天就是每天 他會吃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都過由不及 就是研究告訴我們 有一個中間點 通常我們就是 一比百吃一次 那每一次呢 你就是說吃一口就好 那吃一口之後你可以評分一下 然後這個最討厭是0分 大臭臉 然後很喜歡是大笑臉5分 那你覺得這個新菜 新菜覺得幾分呢 一開始一定會給你大臭臉嗎 我不喜歡0分 好 那一個禮拜一次 那如果孩子連那一口都不肯 如果不肯吃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非食物性的獎兵 比如說貼紙啊 或是什麼 反正一個禮拜才一次嘛 但是不要用食物 比如說你吃 我就給你吃布丁這樣不行 好 那經過了幾次之後呢 研究看起來 有人說10次 就10週啦 10週大概兩個多月了 真是有耐性 對 通常經過這樣一段時間 每個禮拜一次 每次讓它評分 然後評分之後 你就給它一個貼紙 之後它就可以從大臭臉 會往前 再開始往前借 也許不會變得非常非常喜歡 但至少它不會再 可以接受 對 是可以接受的 那麼就算成功了 這是我們在 訓練孩子挑食的時候 所以千萬不要用那種騙的啊 就是說沒有啦沒有 這裡面沒有啦 其實你藏在裡面 或是收買它 或是強迫它 你給我吃下去 這類的方式 大概都不是很適合 嗯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這裡要認識另一群 是因為 加點 HA 快點 我感受到 затем 自身 ib 油 砧 中